欢迎收看小陈电影,我是主播小麦 今天要为你解读电影《老千》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 高尼是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年轻人 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 唯一的爱好就是喜欢围观赌局 可当他参与其中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里面的水有多深 没玩几次就已经输光自己的积蓄 为了尽快回本 他偷走了姐姐离婚后的几千万善养费 再次来到地下牌局参与赌博 事实上桌上有两个人是一对搭档 他们串通一气 故意分给高尼两张不错的牌 结果他再次中了对方的障眼法 输光了身上的所有钱款 排局结束后 他才发现有人出老千 事先故意理由自己 押住输掉的排局 高尼不甘于这么被人耍 气氛之下就去找那些老千理论 结果可想而知 姐姐的善养费不但没要回来 自己还被打得不省人事 高尼把自己以上的这段经历 告诉了老千高手平金 并向对方承诺 他想学高超的赌术 把姐姐的善养费捞回来 并且之后会金盆洗手 不然就砍断自己的手指 平金大师见此 才答应收他为徒 除了暗藏玄机的换排技术 平金还分别交给高尼几个赌场原则 首先 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头野兽 因为想要在赌场中例如毒败 必须要有强烈获胜的欲望 会打架杀人 是最基本的生存法则 过了第一关 平金大师开始教他实战经验 并告诉高尼第二条原则 时刻注意自己的背后 因为生活如同玩牌一样 不在赌场中如履薄冰 不会提防自己周围的人 那么死的第一个 就是自己 经过一年时间的刻苦练习 高尼的排技学有所成 平金带着他四处游历 在一次接上的排局中 他又告诉高尼第三条原则 不能彻底被欲望掌握 每次赢钱 自己拿一半即可 为了帮高尼 赢回他姐姐的赡养费 平金找到自己的老乡时 魅力四射的赌场女老板 郑林 准备联手筹备一场大赌局 疑似老本 在郑林的计划中 他负责群低走光 跟散对方的注意力 而高尼要故意哼歌 打乱排局的节奏 在这样完美的配合下 那位退休将军 发挥不出正常水平 赌了没多久 就把手头的钱输光了 当晚 郑林用美色勾引高尼 禁不住女人的一番诱惑 两人顺利跪上了床单 因为郑林相中对方出色的技术 想拉拢他来帮自己做事情 果不其然 高尼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 拿到了足够偿还姐姐的钱款后 他不但没有砍下自己的手指 还准备投靠郑林 继续他的赌博生涯 平金早就料到高尼新生贪恋 压根就不可能做到 赢购本就收手 于是和徒弟在火车站分道扬镳 必做上最后一条赌场原则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没过多久 高尼姚身一变成了大款 他和郑林的关系也越来越轻 两人不光是朋友 也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靠着一次次熟练的配合 他们在赌桌几乎战无不胜 但郑林的眼中根本没有爱的概念 他为了获得金钱 可以和任何人上床 例如他引诱一位大学教授 拿出孩子的入院费 来参与自己设下的赌局 这个女人的贪婪和不择手段 也暗示着他和高尼迟早会一胎两散 就在此时 医院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恩师平静的尸体 在铁路旁边被发现 他的右手被凶手砍掉 高尼想到平静之前提过的仇人阿鬼 加上对方也是数一数二的顶级老千 他立刻把凶手锁定在这个人身上 然而 就在他让郑林安排设局 勾引阿鬼现身的时候 偏偏坠实他的赌场被查封 高尼在这次逃亡的过程中 结识了一个叫阿光的草民老千 虽然对方其貌不扬 技术又不怎么样 但对方说 自己肯定能找到他的仇人阿鬼 加上郑林因为非法经营赌场 整个班底都被关进了监狱 于是 高尼就借机离开郑林 和跟阿光组成了新的搭档 别看这两人性格不同 但作为搭档却十分合拍 他和阿光一起去找开赌场的郭老板听管 对方手下的赌手根本不是两人的对手 简直被一顿悬虐 郭老板本想再生一场赌局 让高尼上钩 结果却输得更惨 随后他当场翻脸 故来杀手想做掉两人 靠在高尼命大 躲过了一劫 正前好胜的高尼不肯吃这个亏 他假装服软找到郭老板 愿意为他卖身工作两年 接着上演了一场生死飙车 高尼用自己的性命做赌注 靠着完全的意志和狠近 一武器做掉了郭老板 对方的手下得知这件事后 都憋着劲要杀了高尼 而他一直在寻找的仇人阿鬼 这是郭老板身后的人 结果人为了引诱高尼现身 前世社局访驾了搭档阿光 阿鬼认为正林和高尼也是一伙的 于是又以要坑对方一笔大生意为由 逼着他和一位土豪玩家进场 作为一个渐渐看透世事 看透赌场的人 这一切正是高尼所期盼的 他巴不得和阿鬼来一场生死决战 在赌桌上为恩师报仇 没想到赌局开始后 高尼就不断的出钱 而且始终一言不发 很明显 作为一场顶及老千之间的对决 三方玩的都是各自的心理大战 轮到高尼发牌的时候 他明知道躲不过阿鬼的眼睛 还故意从牌队下面换牌 结果让对方抓到自己出老千 阿鬼断定 他是想让郑林尹 而且肯定这是一张枫叶牌 没想到高尼届是要和阿鬼对赌 如果谁猜错了牌 就要赌上自己的一只手 等两人都把右手绑到木板上 亮出那张决定胜负的花牌时 认为胜券在握的阿鬼 反而马失前提 最后才发现 那是一张无关紧要的樱花牌 同样 郑林也没有笑到最后 他本要把钱带走 但是却被高尼推倒 因为真正的凶手 其实是郑老板 他本想杀掉平鸡后 让高尼投靠自己 顺便又把锅甩给了平鸡的仇人阿鬼 高尼牢记恩师的教训 每次只拿一半的钱 在郑林歇最底里的叫喊中 他一把火烧掉了剩余的现金 并在警察到来之前离开了现场 高尼坐上火车 又遇到郭老板的手下前来报复 一番生死决斗之后 他学生在飞时的列车外 命学一线 握着漫天飞舞的钞票 他恍惚了一下 突然明白 在赌博中 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 于是他对金钱和物质失去了欲望 主动放弃自己迎来的一切 影片结尾 郑林被警方逮捕进了监狱 而这部电影其实都是他的回忆 郑林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高尼 他是我见过最棒的男人 而他自己根本没意识到 失去的不只是高尼 而是一辈子 都被囚禁在一个更大的赌局中 观看电影简说 关注小春电影 对于短片 如果你有更多更好的解释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哦 我是主播小麦 我们下期再会了